北约背后都是美国的,你都可以运为一体 现在北约想东抗去,不单是乌克兰,是东抗去亚洲 最近北约峰会在华盛顿举行 变成了一个针对中俄的批斗会 这个背后的意义就是北约想由欧洲扩展到亚太区 亚太区本来这片土地相对地和平 但现在北约和美国的插手都不断地 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 幸好刚才Anthony也提过了 就是说亚太区很多的国家 明白到过去几十年 美国的霸权主义,西方的霸权主义 他们的目的是想怎样 来找着好处 表面上就说跟你结民 叫你一起开放市场,一起做生意 实际上呢 就可能是来到想找着好处 比如说是叫你开放市场 或者是叫你给一些军事用地 接着就是叫你不要跟中国做生意 叫你放弃中国 就是做完这些事情 要这些亚洲国家靠边杂 但是亚洲国家真的越来越聪明了 最聪明的,如果你近来看他们的言论 新加坡一直都聪明了 马来西亚近来就非常聪明了 你看他的手上 发现就知道了 那实际上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贸易上 或者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 或者甚至乎是建芯片厂 这个都是 我们都看到一些很好的进展 另外一些比较相对地醒目的国家 亚洲包括什么呢 比如印尼 泰国 都很明显摆明了 柬埔寨 说明了就不会靠美国站 越南呢 就想左右逢源的 但是越南想左右逢源之余 它其实都是 就是 做生意 就是 美国会在想 有没有办法 找一个新的供应链 而越南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但是大家到现在都见了 过去两三年的发展 越南有什么可能会 替代到中国的制造业 只不过 正如刚才Anthony所提到的 就是 美国本来和中国做生意 现在 就转向和越南做生意 但是越南的生意 又跟中国做 就是它的原料 或者零件 就跟中国买 买完之后 砌好之后 就卖给美国 更加贵 就是美国直接跟中国买 就便宜一些 它现在弄了越南的中间 就是过河就濕脚 就益了越南 这个模式 对美国来说 其实都没有帮助 就是最后它的消费者 都要买更加贵的东西 而它的贸易的赤字 是没有改善到 这个就是亚太区 现在的国家的态度 但是北约那个峰会 我们看到北约这个秘书长 斯托尔·康贝加 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当 识人真的一个政客 经常说一些东西都是 为他独尊 针对中国 好了 中国现在面对 北约这些态度 中国是正在改变 以往中国的态度 通常都是以和为贵 或者延迟都不会那么强硬 或者是 或者第一 首先不会那么快反击 或者就算是反击 那个言论 都不会那么重 但是今次的言论 都挺重的 重成是怎样呢 我们看一看 一些图 看看我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 是怎样说的 他说了一个字 四个字相当严重 看不看到 等等 看不看到那个画面 不要紧要 我们再试过 好 我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最近如何回应不弱 他回应就相当之 严厉的 那个回应 就说了四个字 他说 不弱现在的态度 要去东抗 去搞亚太区 就是四个字 恒章咒目 恒章咒目是什么 就是说 形容一个人的寿命 就来结束 即将进入棺材 所以叫做恒章咒目 不弱这个态度 就是用 现在外交部发言人 就用恒章咒目 一个非常严厉的词汇来回应 恒章咒目 就是一个 左转 出自左转 欺攻 23年 这个诚语的意思 就是指人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就快要进入棺材 比喻人临近死亡 在句子中 作出 一般是一个谓语的定语 表示 中国对北弱现在的态度 就认为 北弱是恒章咒目 就来寿终正寝 就来是药棺材 他这个态度 只会是 造成一个 非常之差的一个现象 中方不会再将北弱 视为是可以忽视的一个对手 现在中国是主动认为 必须正视 并有 有实力有效的去迎接 北弱的挑战 中方其实近日 就做了两件事 在7月份 都是几 宣示实力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7月上旬在 暂江 中国的暂江 和俄罗斯军队 看到了 中俄的战艦 的军舰 同时出现在暂江附近的海空域 这是一个 中俄的2024海上联合演习 这个相当 相当具意识 首先 中国 明显 就是说给北弱 你来亚太区搞事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俄是联手 不单只是在贸易上 甚至是在军事上联手 现在我们做一个 海上的联合演习 给你看看 你也看到了 站江 广东省 东面站江 沿海 你会看到俄罗斯的军舰 中国的军舰一起出现 还有就是 在 远一点的地方 这次中方也都出 052D 新型的非弹驱逐艦 藍零号 由他领军做演习 这是 其中一件事 中方是 宣示我们的实力 宣示我们 跟俄罗斯 中方和俄罗斯的合作 在军事上会加强 你不若是否敢来 亚太区 你来的话 你现在不是面对中国 这么简单 你现在是面对中俄 另一件事 就是早点发生了 中国和白俄罗斯 有些军演 而 白俄罗斯的军演 就是 解放军的陆军部队 在白俄罗斯举行 是一个叫红英突击 2024联合演习 即是说 其实中国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都是友好的 其实 都是有白俄罗斯的支持 白俄罗斯才会和中国 做这个军演 也可以视为一个 中俄的军事合作 如果在 白俄罗斯举行这个军演的话 正正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 那个军演 已经是去到北约的家门口 因为白俄罗斯 是很近乌克兰的 而这次 那个 施放军的演习的地方 和这个白俄罗斯 距离北乌克兰的边境 只是 50公里 距离北约的 成员国 波兰的边境 就5到5公里 那这次 中国白俄罗斯 红英特军 2024 陆军联合 训练就在白俄罗斯的 布雷斯特举行 很近波兰 也很近波兰 那这个军演 仍然在维持着 是会去到 7月19号 才会结束的 一共 维持是12天那么长 那就是 12天19号 即是7号开始 那已经一直都在做 即是陆军 解放军 就在中国 即是中国的解放军 就在白俄罗斯 做军燃 陆军 海军 空军 就和俄罗斯 就在 站江附近的 海域 和空域 那里做军燃 那其实是同时间 是有两个 这样的演习 都是和俄罗斯有关 正正就是 应对北弱 秘书长 斯托尔藤贝格 近日 的一个 相当之令人 得人争的言论 就是说 中国 因为和俄罗斯做贸易 支持俄罗斯 所以令俄罗斯 能够继续在 俄污战事发挥 一个 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 北弱就指责中国 就是俄污战事 幕后的 重要的 煽动者之一 那这个 绝对是非常 离谱的指责 因为其实和俄罗斯做生意 很多国家都有做 就算俄污战事爆发 其中印度 直接是 买俄罗斯的 油 不停提炼一下 然后就转口 去其他国家 赚大钱 美国就不敢出声 不敢动印度 因为 亚太区还要靠印度 印度 希望有这个盟友 希望可以 适当时候 利用印度 在中印边境搞事 就压制中国 挑衅中国 所以美国就不敢动印度 但是印度有和俄罗斯 很大的贸易生意 那你又不说印度是支持俄罗斯贸易 那是变相地支持俄汇战事 那你又不说印度 那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呢 所以中国就很气愤 那这次立刻做了两个 演习 一个是陆军 一个是海军空军 一个是和俄罗斯 陆军 一个是和俄罗斯的海军空军演习 那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宣示实力 和合作伙伴 或者军事联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演习 所以 中国的态度 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 尽量以和为归 可以 不演习就不演习 可以在外交途径解决 协商 希望可以 有些谈就尽量谈大 好办法 谈来谈去都没用的 你现在不弱和美国的态度 是越来越差 那中国的 亦都是 必然用一个 是更加是 坚决 强硬的态度 对付你 那现在 近来就是发生了这两件事 那好了 现在看回 环顾 亚太区 其实是 韩国 最近都开始 都是想一想 如何和中国可以在某些方面改善 菲律宾 当然是坏了 但是经过 黄岩岛 人外交 这些 抢摊都不成功之后 其实菲律宾国内 也看到 杜特尔特的势力 开始上升 有机会 所以 菲律宾似乎内部 开始都有一些矛盾 究竟 是不是仍然是这样 义无反顾地跟美国做事呢 真是没有好处 好处的地方就是 它有军事基地 你说 当 菲律宾要向美国 拿钱 拿支援的时候 美国不给 或者是有限度去给 即是没有好处的 我帮你挑衅中国 我给你 给多五个军事基地 现在有九个 美国有九个军事基地在菲律宾 到菲律宾问美国拿钱 美国又说没有钱 又不是怎样支持 都没有好处 菲律宾就是为什么 所以近来 就放风 撤走中程导弹的保护 就说 学了东西 我懂得用了 可以撤走 所以菲律宾有少少改变 韩国也有少少改变 而很多的东南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柬埔寨 泰国 越南 印尼 新加坡 一早已经表态 表态了 不会靠哪种 好了 澳洲开始改变 我刚刚去街市 香港街市 我已经开始买不到澳洲龙虾 我已经没得吃了 幸好我过去两年都吃了很多只 已经没得卖了 我想澳洲龙虾已经 大量都是去中国 可能去中国卖的价钱比较高 以及那边的需求大一点 但是香港 开始没有澳洲龙虾吃了 很失落 澳洲现在和中国的贸易 很多都恢复了 煤炭 铁矿石 一向都有 现在看个势 就是龙虾 葡萄酒 农产品 很多都恢复了 新西兰不用说了 说是五眼联盟 根本新西兰过去两三年 根本都不是怎么採美国 整个亚太区 那么多国家 开始转台 有些就 有些就表明了 不会靠边站 所以现在整个亚太区 现在只剩下一个国家 是最得人真 就是跟着美国工作 就是谁 日本 在这个日本 是最得人真 不过这样 事实证明 日本的历史 和美国 渊源太大 上世纪 日本经济好 那时候 况且 已经很怕美国 没办法 一个战败国 整个国家的民族 那个性格 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 是怕美国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 因为炸了原子弹 怕到现在 几十年过去 还是这样 日本 国内的 政客 还是很怕美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手 所以就跟 日本人 就是这样 国家也好 民众也好 企业也是这样 上手做开什么 就做 跟回大队 不用创新 不需要自己太过想 自己想办 这个就是 日本民族的性格 很有趣 你跟 日本人 交道 打交道 打得多 你就会知道 最好什么都不要改变 上手是做开 怎样做 就继续怎样做 这个唯一一样东西 日本我就很尊崇 就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足球 日本的足球 就真的创新了 就不会跟以前那一套了 公司 都挺了解日本文化的 我都是相当 很大的体验 就是 几十年来 日本政府也好 日本 这本线 其实那个内部 那个思维 是变化不大 除了日本足球 日本足球 我就真的很推熟 真的变化很大得来 是 已经站上 亚洲的顶峰 他的清分 整个联赛发展 真的的确是 非常之好 培养大量的日本球员 出来 现在是很多 在欧洲 好 说到远了 我说完没了 这个关于北弱 就是中国应对北弱态度 今时不同往日 中国是越来越强硬 也都是应该强硬 不可以再被北弱 或者美国 再这样肆无忌惮 是出口述 试毁中国 好 讲完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讲一讲 回来香港 都不是全权香港的 其实都是 跟中国有关的 就是农夫山泉这家公司 近日 炒得很热 农夫山泉这个话题 昨天 就更加 上传媒的 头条新闻 就是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 昨天 发了一封律师信 给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 就说 消费者委员会 有一个报告 最近有一个报告 出了 就对 农夫山泉影响相当大的 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 认为 消费会 这个报告 犯了几个错误 所以经过 研究之后 跟律师团队 谈完之后 就决定 昨天 向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发出一个律师信 那律师信 他现在就委托了香港律师 要求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向农夫山泉 及其消费者 郑重道歉 这个律师的 这个是文件指出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 饮水思源30瓶 装水口味 抗物安全检测 这篇文章 存在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 适用标准错误 第二个是标准判断错误 第三个是明显主观误度错误 农夫山泉要求香港 香港消费会书面澄清 道歉并消除 给到农夫山泉 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 在这个报道当中 其实也有影响另一个公司 就是八岁山 八岁山这个 抗泉水公司 也是国内品牌 大家留意广告 都经常都会看到 八岁山 中国的著名女士 是景田 是广告的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景田 八岁山说 也会有机会 作出 和这个 相类似 农夫山泉的回应 八岁山也是 找了法务部门 介入 似乎 都会有机会找律师 就给一个 一个 减件 就给香港 消费会 要求香港 消费者委员会 道歉 和澄清 好了 那这篇文章 究竟有什么事呢 说了什么呢 消费会就说 他们出试过 30款 这个是 抗泉水 或者是 蒸馏水 抗泉水 有些是 有些是天然 钢泉水 有些是蒸馏水 总之 测试了30个样本 他就说 在市面上买了这30款常见的 瓶装水 进行测试之后发现 来自中国内地的八岁山 和农夫山泉的 瓶装水 检验出 每公升 就有3个微刻的 臭酸盐 这些臭酸盐 这些臭酸盐 是达到欧盟适用的 经过臭气处理之后 如果仍然残留在 抗泉水 或者是天然的泉水 最大的极限 就是每个星 3个微刻已经去到上限 这是欧盟的标准 但是美国 日本 英国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就高一点 就认为 如果喝溶水 每个星 有10个微刻的臭酸盐 都没有问题 好了 消费会这篇文章 结论就是这样 现在我查到你了 八岁山 龙枯山泉 每个星 有3个微刻的臭酸盐 这个已经是去到欧盟的上限 他没有说超标 正说是去到上限 不过 如果根据美日 英国 世界卫组织的标准 10个微刻 才是上限 所以现在3个微刻上限 对于 如果用于美国、日本、英国标准 就没事的 都是没事 但是 如果你是欧盟的标准 去到上限的了 已经很尽的了 不可以再多 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验到别人有这个 叫做臭酸盐 没有超标的 欧盟没有超标 去到上限 就是没有超标 每个星有3个微刻 没有超标就是可以喝 其他国家的标准更高 每公升10个微刻都可以 更加没有超标 如果没有超标 你就不要说了 为什么要说 是不是 就是你应该 报告是说一些 你查到出来 超标 我不知道什么物质 一个矿泉水 可能是有10个物质 100个物质 你查到如果 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物质 比如100个物质 你找到 两三个物质是超标的 我不知道你超什么标 超欧盟也好 超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或者世卫组织也好 超标你就说 不超标 说来干什么 是不是 到了上限 到上限都是没有超标 我觉得 索性是不要说 你说出来就不同了 消费者一看到 八岁山 农夫山泉 每个星 有三微黑 臭酸盐 已经到了欧盟的上限 三个微黑 就不要再增加了 再增加就不要了 超过欧盟的标准 消费者一看到 我不是在农夫山泉的水 我不是在八岁山 你到了上限 还有呢 谁知道什么是臭酸盐 你告诉我什么是臭酸盐 我也不懂 不过 消费者 告诉了 农夫山泉 八岁山有臭酸盐 之后 原来他又 他又说了一件事 更坏 说了什么呢 他说原来臭酸盐 如果你吃得多 超标的话 就会导致 吐心 腹痛 吐吐 腹射 严重的情况 可能影响 肾脏 神经系统 这是香港消费会表示的 你告诉别人 臭酸盐 如果超标 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腹痛 吐吐 腹射 等等 影响了 肾脏 神经 糟糕 那你告诉别人 超标了 就会有这些情况 现在没有超标 是不是 你没有超标 你告诉别人 干什么 是不是 你索性 我觉得 根本 如果你没有超标 根本臭酸盐 你不需要写报告 更加不需要告诉别人 如果超标了的话 臭酸盐 会导致你 腎脏神经系统损坏 你说出来干什么 现在别人都没有超标 你就告诉别人 如果超标了 你就会这样 消费者看了你的报告 会怎样想 第一个印象 对啊 已经到上限了 有些样本是超标的 我也是不买了 有的选择 我为什么要买你 龙虎山 和百岁山 书委会都说如果超标 就会这样 是吧 你都到了欧盟的上限 三个微黑 我反正也有30个选择 我就买其他28个 第一个印象 一定会这样想 所以整个报告 我觉得真的挺大问题 既然一样东西是没有超标 为什么你要告诉别人 他有这样的成分 以及进一步告诉别人 如果超标成分是多的话 就会有 损害 肾脏和神经系统 其实真的不需要说 都没有超标 是吧 所以龙虎山泉就马上回应 就认为 这个报告 虽然是说没有超标 但是会带来给消费者的印象是不好的 从而影响到 就是龙虎山泉 那么他就认为 这个报告是 这个叫做再说一次 报告的题目是 饮水私缘30瓶装水 的口味 矿物 安全的检测 饮水私缘30瓶 30瓶装的水 30个瓶装水 应该说30种的瓶装水 在市面上买到 就测试他们的口味 他的矿物成分 以及安全检测 这个文章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呢 龙虎山泉就说他呢 存在适用标准错误 标准判断错误 明显主导误度错误 再讲讲这三个错误是什么 适用标准类别错误 就是说 被检测的龙虎山泉产品 是饮用天然水产品 测试结果表格中 这个产品成分 明确标注是天然水 但是在消委会评价的时候 就将它放在天然矿泉水序列 和不同类产品 产品比较 并适用了 欧盟天然矿泉水标准 即是说 这个是天然矿泉水 但是他的报告 跟不同类的产品比较 所以这个就是适用标准类别的错误 你应该跟天然矿泉水比较才对 应该跟不同类别的产品比较 第二个错误叫做标准判定错误 龙虎山泉认为 他们的饮用水是作为生产和销售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产品 必然是以所属区域的法规为优先适用标准 他意思是说你应该用回中国和中国香港的标准 你为什么要搬出欧盟的标准 如果中国和香港的标准 所有瓶装水出厂前都已经经过了消毒环战 消毒环战主要是用臭氧杀菌方式 可能就是臭氧杀菌方式的过程当中产生臭酸炎 所以第一件事他就觉得 没错是有臭氧杀菌 因为我要用臭氧杀菌 留了少少臭氧杀是正常的 但是这些臭氧杀 用很多国家的标准都不超 就算你用欧盟标准都是不超 都是去到上限 为什么你要提出来呢 这是一个标准判定错误 第三个错误是评价语言不专业 有故意误导性 任何标准只有合格或不合格使用 上限或下限是明显故意错误地引导 我也觉得是 真的是 好了 三个错误 律师讯说明了 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 所谓误导 我也很快就上网查一查 臭氧盐是什么 臭氧盐就是水的消毒过程 就是用臭氧消毒过程当中的副产品 就是消毒过程会产生这些臭氧盐 就是 天然存在在水中有一个叫做臭化物 叫做bromide B-R-O-M-I-D-E 就是在水中 天然的水就一定有这个 有这样的物质 叫做臭化物 B-R-O-M-I-D-E 它和臭氧 臭氧就是O3 O3 O3 臭氧 就是要消毒 水 臭氧消毒水的过程当中 O3臭氧就会和 这个bromide 臭氧物 就是 生成了 这些所谓臭氧盐 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臭氧盐 所以为什么 天然矿泉水 经过臭氧消毒 是会产生臭氧盐 因为臭氧是会和天然矿泉水里面的 bromide 臭氧物 是合成了 产生了臭氧盐的物质 是正常的 产生臭氧盐 不超标就可以了 实际上欧盟的标准是 都没有超标 其他的标准更加不用说了 完全是不会超标 都是说回那句 消委会 为什么要将一些不超标的东西 特别提出来 跟着告诉人 如果超标 如果喝得多 很大件事的 这样 肾脏神经系统受损 不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 既然是不超标就不要说 不超标说什么 原来 消委会不是第一次这样做的 将一些 不是发生了 不超标的东西 是说了出来 2020年 那时候是说什么 大家想一想 看看 是说中旅 中旅油 和婴儿配方的奶粉 消委会 消委会做了分析 他就发现了 基因致癌物 还养丙醇 以缩水甘油脂的形态 存在在 中旅油 和婴儿配方 但是 消委会出了报告之后 香港的食物安全中心 有回应 他说 这些 即是消委会找到这些 什么叫什么 痣癌物质 还养丙醇 在中旅油和婴儿奶粉里出现 但是香港食安中心就说 这个量也不超标 不超标就能吃了 是有痣癌物质 但是很少 极度少量 少量到不超标 不超标就照可以用 所以婴儿奶粉不用怕 但是消委会 出了这个报告 告诉大家 在中旅油 在婴儿奶粉 有痣癌物质 不过不超标 消委者一听到 是吗 有痣癌物质 我看看哪个奶粉 哪个品牌奶粉 有痣癌物质 我又不买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第一个反应 相信也是这样的意思 原来 中旅油奶粉的测试 又是说一些东西 不超标的东西 但是是痣癌物质 不超标就不要说了 为什么要说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原来是2020年 消委会已经这样做了一次 2024年 今年4月又做了一次 这次是针对啤酒 啤酒 他就说 找了30款的啤酒 做检测 就检测了一个叫做生命氨 的成分 生命氨就是啤酒发酵过程 当中蜜牙里面存在的天然化合物 与呕吐毒素类似 如果涉入过量 这些新物安 就会引起头痛、头云、呕吐、呼吸、紊乱 即是啤酒今年4月 那个测试又是这样 又是说了一些东西 就说我看到有些新物安在里面 不过没有超标 但如果大量涉取 就有事了 那你没有超标就不要说了 为什么经常都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原来棕绿油、奶粉、啤酒、矿泉水 现在全部都是查到一些东西 可能有害物质 但全部都不超标的 几样东西都不超标 但他就说如果真的超标 就会有什么不好处 那消费者看到就怕了 你说不超标而已 但如果真的有毒的物质 我也会害怕 我就不买了 那你真的对消费者 对生产的製造商有很大影响 所以当时百威啤酒 都马上澄清 都说东北都不超标 很正常的 那这次又是了 八岁山也是这样 那现在就直接给了律师信 那我就这样看一件事 我觉得消费会是否应该想一想呢 你做这么多测试 如果你找到一些毒素 或者一些对身体有影响的东西 在这个产品里 但如果他不超标 可不可以不要说 其实如果他不超标 就不需要说 对不对 如果太少量的话 根本你可能进入了身体里面 都影响不大 或者是可以排泄走的 如果大量那当然不行 但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大量的话 就有什么影响 不需要的 你只需要告诉别人 哪些产品 超标 超标那些产品 那些毒素 你就会告诉别人 没有超标 为什么要说呢 就是你要想一想 这个品牌会受你影响的嘛 那龙虎山泉其实说真的 那个基本因素不差的 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营业额 你看到不断地上升 他在2023年12月 指财政年度 是说做了多少钱生意 426.678万 400多亿生意 历史新高来 赚的钱呢 120亿 7900万 卖水也可以卖到 一年赚120亿人民币 也是历史新高的 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 5年前赚49亿 52亿 71亿 84亿 去年人赚120亿 就是一路是增长得很好的公司 营业额又增长 盈利又增长 是吧 但是你这样的整个报告出来呢 难怪 龙虎山泉是整个律师信 叫你道歉啦 不过 不过 他的股价就不是今时今日跌的了 这是过去的三个月的股价 消委会的报告是7月出的嘛 原来已经跌了很多了 原来他三个月前 5月份 48元 现在只剩下多少 32元 没有了三成多 其实他的股价就不是今时今日跌的 其实是过去的两个月 都跌了很多 那这个可能是外资沽货啦 又或者是某些基金沽货啦 或者有些人觉得不想持有中资股啦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股价是相对贵的 因为就算他现在跌了这么多 他现在还在说27倍PE 那就是说他没跌之前 他说的是四十几倍 五十倍PE 那如果你说回去年的盈利涨了这么多呢 他还在说往迄市盈率是四五十倍PE 其实也很贵 如果两三年前就更加贵 那时候PE是说的是 可能是double的 可能是80倍90倍 所以是炒到很高的 炒就是炒高了 我只可以说 炒高了这个股票 就是之前已经炒高了 那么就算现在的盈利上升了很多 那个股价跌了很多 他的往迄市盈率依然是27倍呢 在今时今日来说呢 香港股市的环境呢 27倍是贵的 所以那个股价又未必是关键 这个消委会这个报告的事 但是农夫山泉呢 整封历史信给消委会呢 那也是有他的理据的 因为的确是消委会呢 是说了一些东西 就说他是有 在水里找到 但是这些东西呢 没有超标 还有呢 如果一旦超标 一旦过两 就会有很坏的影响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说这些东西 给人听 你只需要说 超标那些给人听就可以了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六语人金融hi t 和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